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里森说 他认为不再需要这项措施 这是他成为首相以来制定的第一项重大政策 联邦反对党领袖萧敦一再就此问题 抨击政府 呼吁民众不要再相信自由党 并且着重强调该计划对身体有残障人士所带来的影响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叫女司机亲手上路快闪开 那下面这条新闻告诉我们 女司机送四个孩子上学 要当心 本周三的早晨一辆小型的货车 在悉尼南部的Peakhouse发生车祸 司机就是一名母亲 事发的时候这名母亲正在送四个孩子去学校的路上 有六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进行了急救 那么首先救出了这位副驾驶座上被卡住的17岁的女儿 幸运的是后座上的三位小孩都平安无事 目前他们正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各位观众朋友 著名的澳洲电视节目Four Call 指责澳洲华人首富之一的周泽荣先生是外国间谍 对此周泽荣一旨诉状将其诉上法庭 8月31号法庭驳斥了ABCFour Call的节目的指责 也算是周泽荣先生的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那么针对这一现象 我们将有请马说东西的主笔 马赫安律师为我们进行点评 现在首先他目前还不是一个判决 目前只是法庭的一个阶段 那么上周五呢 只是说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进展 就是法官驳回了ABC 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辩护依据 那么认为他的辩护依据是不成立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呢 对周泽荣而言 那就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或者进展 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说 媒体指控周泽荣为外国势力服务的证据是不足的 他认为是我们叫传来证据是道听途说 而不是第一手证据 所以不能使用 那么如果法庭判定了 法官判定了对方的证据不能使用 等于说变相宣布了周泽荣会赢得一场官司 那么这个事情我怎么看呢 我的意见是这样 就是因为同时被Paul Conner是曝光的 还有另一位华人首副叫黄向墨 就是我们玉湖集团的总经理 那么他也起诉了澳洲媒体 那么所以呢 我认为 首先我认为黄向墨先生也好 周泽荣先生也好 他们的个人勇气我是非常佩服的 因为他们等于是以个人的力量 在一个外国人的国家挑战外国的国家机器 我觉得这个以一己之力 面对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去挑战 这个勇气值得钦佩 另外呢 我也另一个观点就是 我认为每当我们这两位先生取得胜利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媒体在为两位欢呼的同时 也会去嘲讽澳洲的国家 我认为说这个需要两面看 不能这种嘲讽会出现话有为敌的效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位先生得到了公众的判决 是得到了澳洲法院的公众判决 这个判决是澳洲法院做出的 所以我们应当不应当嘲讽 而是应当支持和给澳洲的法院点赞 那么他们等于说 澳洲法院站在一个外种族的人 我不讲国籍了 一个外种族的人对抗他本国政府的时候 本国国家地区的时候 那么他法院站在一个相对不偏不倚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给他点赞 同样的是女司机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位英雄的女司机 在南非的豪童堡 一位老奶奶单枪匹马击退了武装劫匪 那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有三位劫匪用枪指着老太太 然后老奶奶连维不拒 给车挂道挡猛踩油门开始倒车 那劫匪当时就害怕了 跳进这个车里准备逃跑 老奶奶就加快车速倒车 一下又撞上了劫匪的车辆 当劫匪再次逃跑 老奶奶是第二次加速 再次向他们去冲撞 就这样的连续撞了三次 劫匪才找到机会逃跑 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引发了观众的热议 兜赞老奶奶真是一个英雄 接下来是一个让我比较费解的新闻 我们听说过各种小偷 有偷钱的 有偷手机的 有偷车的等等 但是下面这位我们说的是偷虫子的 费城的昆虫与蝴蝶展览馆 最近失窃了 7000多只珍贵的昆虫被盗 价值4万多美金 那被盗展品当中 包括一只毒性非常强的 叫做致命的杀猪 那么监控拍下 当时劫匪逃离了现场 警方目前怀疑是工作人员坚守自盗 正在努力的追查 搜寻嫌犯和被盗的昆虫 好 各位观众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看世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